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比赛也是汇聚了西部的很多省市还有地区的高手 主要有云南 四川 贵州 甘肃牛组队参加 除此以外还有陕西 铭下 青海 内蒙 还有东道组新年钢铁物流队 共有纪志明西省参与了决主 那么这次比赛一共有十支代表队有44位骑手参加了这个比赛 其中有两位女子特比大师 有八位男子大师 这样聚集一堂 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比赛 这比赛得到了这个西联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的大力赞助 那我们今天先带给各位旗友的这盘棋 那就是我们这次比赛的冠军获得者财艺对阵森浩宇的一盘棋 那好 我先来看这个立局 这盘棋是财艺直红极先走的 红帮采用交通炮 对 黑方 跳马 接下来红帮第二组就冰森尼 黑方拱三组 就三进 红帮马尔森尼森 这个本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布局阵士 就是强铁三组的这么一个下方 走在这儿呢 应该说孙浩宇呢 这个突发起响 他走的一招非常少见的左铁医 这些大家都知道 自然的就是G9屏马 霍马尔森三 这都是唐龙正正的平铁马 那他走了一个左铁医 这个是什么用途呢 对 什么用逸呢 应该说这个步调呢 基本上是属于这个规备炮的这个阵型 最早呢 这个规备炮呢 一般是这么形成 跳马G9居1 G9居1居2 它是这样的泡把腿 这个是标准的 龟龟炮的 就等于这个三足和三兵 这手琴没有交换 为什么叫龟龟炮呢 就这个地方啊 有点像小龙的尾巴 我们看这黑龙那个骑形 正好像这个乌龟的这个 最后这个尾巴这个感觉 那他的这个炮呢 也可以将来根据需要呢 左泡右一 泡八瓶三泡八瓶一 对 当然当然由于有这个三个弱点呢 黑方呢 这个布局呢 也叫这个 凤凰三点头 对 泡八瓶五 泡八瓶一 泡八瓶一 这个三点 那这个呢 是属于呢 黑方一种比较冷僻的这种布局 对 同方呢 有跳边满 要跳正满 那么这种下法 其实在近年的这个专业高手兵的比赛 当更出现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黑方又一些弱点 尽管他非常灵活 我们刚才说了 黑方这个炮啊 可以来回移动 对 可以根据需要 走到他需要的这个地方去 但是呢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黑方这个子力啊 毕竟是在内线因此 对 他的动作呢 整体的动作 节奏都有一点偏慢 因此呢 一旦呢 掌握不好了 容易形成这个 子力容易拥塞 对 自己的子力啊 互相这个办算 对 子力开不出来 尤其是这个鞠炮 尤其这个蚂蚁后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鞠呢 在鞠手这种鞠套阵型的能力 是一个考验 在高手的这一条中呢 这个出现了非常少 早期的还有 六十年代七年代 包括红华 胡老师 他都走过 对于这个著名的 这个已故的这个东北名将 那个沙相龙手 莫里国 对 以前下过这样的棋 但近代呢 走很少 他们现在这个阵型呢 黑方走 这个时候下 应该说是想 避开熟套 那到底好不好呢 当时他就看后边的效果 对 那鸿方采用了这个横须的攻法 下了一个军阴 鸿方呢 因为这个棋已经脱了西口了 对 鸿方就根据 他自我的感觉呢 来见招拆招 对 他如果考虑鸡平二呢 可能可以放顺势 就是鸠九进一 或者是 这个左炮右一 这个棋的难度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就是 似乎走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 比如说你跳个马 跳个边马 跳个边马 对 这种鸡胎正马有点累 他正马以后容易被 也不见得不行 是 你又发现 一般不太愿意 这样顶着上 对 对 愿意顶着上 或者走过先 爬爬平七 也行 对 先露一圈 我不要你 马上来了 下步我马发进九 这个也是 可以考虑的 不错的选择 正如实战 这样 真的下步 掉到这个左位来的 来干扰 黑风力又一次 应该说也是一种呢 较为针对的 这种走法 对 当然也许不是最好的 或者说 这个局限当中呢 也很难找到呢 最好的这个大法 因为这个棋呢 往往要根据棋手呢 自身的这个功力呢 来这个运作 对 它还有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说 如果它直击出来的话 这个炮移过来 可能 它能觉得这个局没有 有一点落空 对 而且这边黑方力量 也挺强的 所以它过来测验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 现在下G9平8 就黑方这种 调情的办法 就不再下G9基1了 下了一个G9平8 黑方也是很灵活的 本来这个西行 是应该G9基1的 但是它感觉 这个古老的地方 对 它觉得G9基1呢 是不是能够起到 应有的效力呢 它又改成G9平8 G9平8 但是这个就一定 比G9基1好 也不好说 这个G9平8之后 它 就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 就是黑方这些三猪狗 本来应该先马上进三跳 但是它可能怕 如果你跳马的话 怕它这个区 点在这 再来 这个区 如果G9平8不走 就说先跳一个马上进三 你这样压我 可能是不是过了 这样也是立路下法 是啊 我觉得马上进三呢 也是可以选择的一种 反正多少有点担心 是不是以后 比如说我一过河区 你平泡的话 我就泡泡平7 这条线上 它也有一点固定 是啊 方方又有纠缠 所以像这种 泡泡退一的骑行吧 就是你大子协调不好的话 容易比较 因为这部骑呢 说白了呢 效率到底高不高 肯定是说应该说效率 现在来看比较低 对 但是它这部骑行的 一旦发工效率呢 它就有可能了 走出了拥有的价值 对 它就会扩大 它自己的这个效率 那现在G9平8之后 它G9有这么一桌 对黑方的进行 是一个干扰 所以说你这个正马以后 势必就没办法正起了 龙峰的这个下法呢 就是不让黑方叫正马 对 当然它这个G呢 本身坐在这个视角 对 让黑方是一身 对 以后有没有一支 是你这个G还要逃 不是这种 是不是这种也很难讲 就是我觉得这种 都是一些试探性的下法 那大家都彼此是一种考验 黑方走 黑方走 那这个可能是 Foldo最多最多了 因为这个情形 跟大家脱离 连接这个布局啊 完全这个脱离了 对 讲到这种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双方起手的这个情况 对 才艺呢是这个 北大的这个学子 那么这几年呢 一直是参与了这个 次全队这个 包括这个 去年啊 最主要是从去年 对对对 还有前几年 他也曾经代表 次全队了 就是打这个 全国的反击赛 也就是全国的向甲 应该去年呢 获得了这个 现役大师的这个称号 对 也是他首次进入了 这个前八名 对 非常好的手机 打入了前八名 对 应该说也是最近呢 有了明显的这个进步 对对对 其实财艺去年的调度非常好 他在去年的团力下当中表现非常突出 虽然打的是以极对 但是个人在台词胜率上是非常高的 虽然是来自江西的一位呢 陆林好汉 他呢 应该说从来没有记过什么科班 对 他本身呢 是江西的遗春的人 通过自己的这个不断的严格要求 通过再特别通过网络呀 还有前几年的他也曾经代表 胡咱呢 打过这个相甲 对 也是得到了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锤炼 那他最近呢也是加入了这个四传队 就是今年呢 他将代表四传的这个打比赛 这样呢 他跟财艺两个人呢 就是队友了 平时两个人呢 已经说交流的应该比较多 对 所以说比较熟悉 那孙浩宇 所以他布局的时候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出其不意的这种 冷门的走法呢 可能就是想与对手呢 拼一下 这个中盘的实力 对 就说我们下棋 有时候你要靠其他研究 像这种棋呢 就是凭自己对棋的这种感觉了 对 理解了 所以这个棋全都脱离长谱了 大家在这种既非阵地战 又是非这个对攻战的这种局面 特别是这盘棋呢 也正好是比赛的居中呢 咱们两个遭遇的 当时两个人都比较领先 所以这盘棋 谁秀谁负呢 所以将来这个冠军呢 将有非常深的领袖 关系到这个冠军谁属 那一说到这儿了 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比赛呢 获得冠军的几手就是 这个 这次代表成都队出战的才艺 那获得第二名的呢 是李绍庚 那第三名的也是四川队的好手 相机大师李爱斗 老将 对对对 第四名是 因为他们后 就是二到四 这个是同分的 后对手分来区别的名 第四名是云南的王岳飞 那我们今天也会选奖他的对局 第五名的就是孙浩远 对对对也是代表四川队这个出战 那这次比赛呢 也是个人带团体的一个形式 最终也是四川队获得了团体冠军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对局 红帮进玉 捉黑帮团体冠冠军 一走 红帮觉得暂时没有手段了 让他走马跟边 黑帮顺势 一搏 这个局肯定要退了 黑帮的走得比较积极 这孙浩远呢 这这盘棋一直自主之中 下的都很有求新求变的意境 孙浩远由于他没有受到 这种专业的 或者说科班的这种更多的影响 他也有他的好处 今天有的时候没那么多约束了 放开 走去骑来的天马行动 对对对 很开放下的 就是想着哪就走到哪里 同时孙浩远也是一位很有个人的气候 就是提的战斗力也很强 没错 恐怕这个冰也不要过 然后黑帮再破坏天气 战清晰后去把这个冰区回来 第二点黑帮这个炮啊 本来当时呢 并没有明确的这个炮呢 现在发挥了作用 这个又有点像 就比如说这种平炮作一拘 然后绕回来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这个七路线呢 对红方能有一些压力的话 这个炮的效力还是挺高的 应该说呢 飞方这个 布局 初步呢 达到了自己的一些战力 对 而且也没有把骑呢 走太亏 对 那么走到这儿呢 就是红方呢 看到这个兵力挡是个后手 对 他就感觉到这个马应该先跳 先跳了 这个马就跳上去了 这个马好像跳的还少一点 有点 感觉还应该先出个局 对 或者呢 要求正行工程的 也可以泡河平手 开开是吧 你打掉 你打了我补个正向 对 应该说还是红方先手 他们这个马一跳 跳有点 有点 跳有点飘了 对 那么黑帮呢 又走了一个好奇 进去玉拙 看起这个马 向哪里选择 这骑红方呢 就是多少有点尴尬 是 这个马我们带来看 卡中不行 因为这像丢的 卡中它一蹬的话 这个像就白打 像一打 这个黑帮肯定占有 对 红方这个中炮 很难出奇 这里也不能跳 这里跳像五金七一飞的话 黑帮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也很厉害 又杀像又吃兵 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 回来肯定又不可能 回来得也白走了 对人家去挖平气 那如果往里跳呢 黑帮可以挖平气 这以后就担心被牵住 对 这如果红方区六零八可以摆脱 那就这样交换的话 应该说 红方这个马跳了半天的便宜 对 什么便宜都没有 虽然有一个比较 你这样交换以后 从部署上也是红方吃亏的 红方一吃这个 比红方这个肉一样 压力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齐和一桌 还是显示出了孙昊宇对这个盘面的一些 那红方无奈呢 只能比较敏锐的这种秀 变成一个后手 马上一次看起来是先手 现在被人家一桌变成后手 那么走到这儿呢 可能孙昊宇啊 有些过于乐观 觉得这个局势有一些反鲜的味道了 这个招法呢 就走得不够严谨了 结果呢 又再一次的把局面呢 就是走到了 落后的局面 他走得破硬森 这个打了 有点随手 这个齐和一方应该把它飞掉 同样吃鹰呢 这个飞很好 因为下不齐 盯着这个马新的肉 迫使宏光必须要转化 那黑方可以接受 蹲回来 就说这炮法就被炮了 下黑方是个先手 把相对退回来 那你比如飞个边相 我再马上去吸管 对 这样等于是 黑方战情非常公正 而且自己的出动速度 也应该说 还是蛮快的 就说位置 就是这个齐 黑方呢 应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非常满意 反而谈不上反鲜 就是说这个齐 飞方呢 乐于接受 这个齐 反正应该很好 对 飞方形容不错 应该很好 对 所以说 飞方呢 在这个需要精细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下来有点酥糙 对 他实在当中没有去飞边 他炮精英三打 他用一炮打不来 这炮啊有的时候在前面和在后面 在后面力量更大 不要轻易的发出去 这反而本身来讲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 但是这个炮恰好在二路能掩护其此力 不 但是你跟那个阵型一比较的话 还是在二路线要更有力量一些 那这样的洪方呢 也必然要 就能换掉 等你中兵 黑方只能接受 因为如果逃呢 不会逃的 也是后方 对 就不会逃 除掉 等会没 这个期呢又到了一个时刻 对 就是双方呢 在布局进入争局以后呢 并没有形成这个激烈的 对对对 没有像想象的那种管兵相见 而且呢 局部的纠缠 纠缠以后呢 现在在问及黑方就是此力呢 右翼的鞠马呢 还没有出度 要加快 他怎么出度 这个呢是比较 需要仔细这个跟着的 那时刻能弄的黑方 选择了拘役 这个让人有点 稍微有点 我觉得可能要是 感觉上还是要充满 这个跳有点麻烦 跳你走什么 他最小红桃 这个稍微有点难受 因为下部鞠红帮进去 我妈就会亮出来了 这个马 我有马呢 正好撤出来 正好这个马 撤你这两个点 但黑方这个旗呢 可以考虑的呢 有几种走法 比如说 一种抛根平一 抛三平一 所以给马尔金三流 一个重马的位置 另外要打兵 打兵兵 这个是一举两得的 可以考虑的走法 另外一种呢 就走足一级 就是我以后边线 对边线我就 然后继续搭出来了 等于在掩护着这个马跳出来 对 这个是一种考虑 这两种我认为 黑方都可以 而时代当中呢 黑方这个狙击 它可能觉得也不错 但是它忽略了 其实你知道 我开始觉得 它这个棋是不是 也可以考虑顶一下 这个才骂 这个东方才骂 是吧 对 这个容易遭到 它这个中阴啊 这个几张 也是 这个中阴冲过来 这个东方才骂 而且你将来你打了 它还有可能像回 回吹 这个因为现在黑方 肯定要 动用力的自闭 这个毫无疑问 那我觉得可能 还是说八了 就是这个是不是好奇 这也可以考虑 另外呢 就是足一级 这两招的黑方 就三个不一样 对 根据起手的 个人的爱好 对于这个 因为这个其实 没有说绝对这两招 哪招最好 还得根据自我 对其余的 这种喜好和认识 对 其他的走法呢 容易出片 还有一点 就被打出来 对 这些色呢 感觉还是很好 它有先手 嗯 它进吧 哦 直接踩 刚掉 冲刷 红方 马在前 因为红方 居要先出来 红方居 感觉红方 还是主动一点 对 这个起 比较明显 红方还是优势 嗯 结果优势不是很大 但是它空间上 还是 还是占有一些优势 对 那黑方上 要做一调子 足以一个话 我们再举个例子吧 如果出去黑方 这个君子就会 就能撞出来 撞你也只能接受了 对 然后杀掉 这个起就说 黑方呢 完全可战 嗯 好 待会我们再回来 解决一次 好 好 那是实战啊 实战呢 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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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7个人来讲呢 这张旗也不坏 也是常见的 1 反正就是说 有一种什么判断 就是马不好动的 前提下 我先把鞠拉出来 它主要是想攻击 红方这个马 假设红方 想求稳 走这个的话 它可能就出 黑方这个鞠 要拐弯出来 就先出来 就这个鞠总大 就是说 谁先战到 还是挺大的 红方将来要对局的话 黑方可以把这兵呢 打回来 黑方这个鞠完全不弱 对 因此呢 它可能 当时庄奥远 这不想到 反正我继续批 还跟继续批 你总要让我 走到一边 但是呢 它忽略了 下一个环节 好 我们继续玩 红方鞠总是吗 继续批 这是比较 这个 细腻的阵动 黑方鞠总是 它按下计划而行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突然出了 一个冷招 按照 常见思路的 这个马 是向这个前面走 但前面都没有骑 红方看见 它这个马 没有好地步可去了 它突然走了 它绝望丰收 它竟然下出来 一个马列星巴 它走着一个 要黑风呢 这张其实 这张其实 应该说是 孙昂宇计算之外 对 这是一个冷招 对 那样孙昂宇要是 它如果看到这招了 它不会这么拐弯出来的 这个也是一个 题目上的好 对对对 那我们 我回来再看啊 那么也许 待会我们再说 这部棋 为什么那么好 反应快的朋友呢 您也可以来看 这个局面 这个 它出狙 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红方 是不是也有马列星巴 这个有的朋友会问 嗯 因为你打马 它还是打地马 打地马也有一个 底炮的股指 对对对 但这个时候呢 黑方呢 恰好这个狙呢 有一个好地方可以站 它可以不理你 就是说有一个队 一队 一队 你马灯炮可以 你马灯炮跳上来了 我还是顺势挺好的 这儿如果打掉 我就这样一个队 这个狙就必换了 他以后胡方大个中兵 但是黑方那是炮 你瞄着这个 而且黑方那个马灯炮 对 这个局应该说 黑方骚扰 居士 所以说这个局呢 这么刹出来 就比在这个位置要好 对 他主要多了一个局退一 这个 前期后取 所以在比较刚才 这个 其实我们 有的机友就问 这个上期怎么算招 就是刚才这些招 我们就是要算 算来算去 在脑海里不断地比较 那这就比较的结果 肯定就是冲边 对这期这出呢 这个孙朗宇啊 可能是出乎他的意料 对 这个马怎么算这儿跳 这个很麻烦 对 这个机就 你就没有这种宝啊 或者什么 都没有了 一打一吃 因为这个马这个局有根 就说由于对方走了一个冷招 心理准备不足 那么黑方呢 临阵呢 一下就落了阵脚了 这个棋有点麻烦了 马上就坏了 实际上这棋啊 有阴无险 就是黑方呢 就由于没有预料到马的紧巴 然后临场一慌啊 这个棋啊就走变形了 对 而这个棋呢 黑方呢 有解了一个妙子 有解 是吧 但是他没有走开 他说怎么解这个棋啊 也比较难 嗯 这黑方呢 这个棋呢 要先去后去 嗯 就先把这个底板 砌掉 砌掉 就是你打了之后 这个在领场当中呢 不容易看 我再走这个 不行不行 绝对平安就白丢了 哦绝对平安 它可以入进去 对 马发近期 马发近期都白丢了 那我可以提醒了 他 平炮打了 这个炮长得一会儿 什么好处呢 对 他平炮一打 正好把这个局啊 打得没有位置 嗯 这个棋很巧啊 如果 红炮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电炮 一个是让车 你进入回居吧 我们先看回居吧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黑方居住平安 一屏 就是 就说你换也不换 这个马 这个马我都能追死 一定把你打回来 对 打回来以后呢 红方这个棋啊 由于军 这个马是死的 军回去了呢 应该说也很难出棋 对 那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炮平板来对 炮平板呢 就是黑方接受 其实简单 接受对 那只能炮了 接死 打掉 这个棋先打这个 也挺巧的 先打这个感觉 还是不行 先打这个 它可以前炮退回来 它炮了这次吧 对 它可以前炮退回来 这样就白丢子了 所以它这个棋 只能 只能先打这个 但红方呢 先打这个 你如果打回来 它就打 红方有 几种走法吧 反正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吧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把马让开 对 马发进七 马发进七的话 它会去四 就说 我们现在就这样 现在最简单的 这个人 一吃就吃了 如果这个区啊 换了位置了 这个马 这个区没根了 这个马就可以 反正炮马必得起 走不到马发进 对 就懒得吃一个 这黑方也不入 对 那提炮这样不行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吹炮打 吹炮打呢 就说红方 日战也在先走 黑方也可以接受 就打过来 你这炮 就是平吧 我 炮成江湖 这儿黑方呢 结果委屈一点呢 这期走好了 还是离不大 是红的好 反正 它就多一个中兵嘛 但是你这个马 小很多 将来还可以炮成一 就把这个 签字摆脱了 你七八斤 反正这个炮以后 就是炮平一闪 就能把这个躲开 并不会永远被签 反正你七八斤 我就马心灵做 这期 或者马心灵大 这个期呢 毕竟红方这个马位置不好 所以 红方想要这个拓转先手 也是挺难的 对 就说 红方还是有 很多的难度 红方肯定是好 但这样也是红的好 但是好的比较微弱 不够赢那么多 反正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说 我把你的 炮一打掉 还有一种 刚才说 把马躺开 去四季捉一下 这样这个马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那不是 马心灵酒 的话 他一叫 去到平一闪 你打回来 就二次一本多次 先进后去 先进后去 如果你马心灵酒 失败一点呢 我也去四季 你打 我说一句 这儿也是先进后去 那反正差点吧 总是感觉 这个差不了太多 这个呢 正好红方的 泡河瓶三走不到 不走泡河瓶三走 不大像 反正你要不就瓶泡 要不然就补一套 下午他就要瓶 就换你吃了 吃了以后呢 黑方呢 尽管少飞 但他的位置 还是比较公正 红方阳的取胜 那时候非常困难 就是说黑方呢 应该怎么去像 也是黑方呢 就是走到这个局面下呢 唯一可以 取得抗衡局面的一种走法 就是黑方走坡 他已经是唯一可以抗衡局面的走法 其他走法 都是明显吃亏 那他黑方走什么呢 黑方看到这个马一跳 这个 吓了一跳 对 顺手把这个马来牙 这个鞋子就坏了 就打出马上来了 然后 为什么坏了呢 这个炮牙 这个炮底炮留住了 如果再出炮啊 他这个均是 进去又一几米 这个棋可以抗衡 以后比如平 再炮平八 这种 这个棋可能就是炮都拨得怎么走 对 你讲一会他G8平七什么 是 你要这样反正也 反正都感觉不对劲啊 这个棋 你讲一会他不着急也行 他就你过了 这个棋肯定不好了 他有个体炮不一样 换了一个炮就差太多了 那个炮的前面和在后面 其实差很多 那平方又不肯退 他走炮平一 这二红方 G8是六 强烈也好点 这条棋挺关键的 其实这种棋 要是 要是比如说 你看成这个的话 有小 其实这个炮 对 这个一麻烦 这种反击 对 你就来不及 刚好来不及 所以 这条棋走的 控制的要道 非常准 黑光速度一 用比较 简洁的手法呢 就去 对 他这个逼他换了 这个棋呢 就是他也不先捉你 先捉的话呢 这种棋有 橘子平二 就是他这个是个交换 容易简化 对 因为这个麻 可能要以后被换掉 这边再换掉 黑方还有机会合 就等于他 你拱这 他拱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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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路线 他让你 如果你打掉之后 这边向一飞 你即便过了一个兵 就是七路线 对红方没威胁了 你这个胖子躲呢 就是觉得 将来红方 爆发瓶子有比较厉害 你胖躲的话 他平时一吃 你这个兵可能 也是人家的 就是说一个是 装瓶子 一个是装瓶酒 它有两个手段 所以黑方 就把他换掉了 所以这个换掉 他一个向七进酒 就把这个七路线 的问题都处理干净了 这样呢 就是等于 看起来黑方 先过一个足 但黑方这个 没有用 这个足处 对 这个足没有用 实际上是黑方 是打掉了 他不打 他也担心这个 他如果吃 我们看 吃的话 这个其他 如果我们都捉的话 后方这个七 对 不一定怕 这个其实 胡蒙酱的油还挺 对 它平开 它再做 再做 它帮你底炮 都走了 再平是吧 你要是打试的 我的气力是 将来把这个 就丁炮死 足够留下了 对 如果你炮让开 我平炮 让你把兵吃回来 这七也不一定 没有底炮 没有底炮 差多 那我这个七就先平一点 对 它先平好 就把底炮留下下 如果你在捉我炮 我底下较 就打试了 直接动手 对 一将 下降 这个 小沈 一打 这二头方这个时间 还要再丢 对对对 最起码再丢 这个都太猛了 这冰神都 只能冰神的暗度 它再打 这等于红方呢 这下面啊 黑方 它两个势击掉 而且一回炮以后 那边还杀得像 这个棋手段太多了 这个不能这么大 但是它黑方 不这么走呢 它也很痛苦 就是这个棋 我们再摆 就是这里边还有一室的 它如果知识 那么我怎么走 知识可以打一箱 上来它再拎一下 海军还是 兜底吧 兜底啊 这样打像不行的 这是它有可能这么多的 这么多 这么多一点箱不就全都没了 对 这么多 麻烦 也是有点麻烦 反正这种锡 它泡三队 泡三队 泡三队 中斤加起来 这种棋很难受 或者实惠点 这个我刚刚说 兜底 这个可能更好 你一躲它 带身把它就吃回来 对对对 以后还是留着打下 而且雨中兵太快了 中路势不可挡 反正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有很多手段 上黑方是没有手 苏打了以后 它这个狙炮有利用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狙炮停机或者狙炮二 这些手段呢 黑方都比较难受 那么黑方呢 难下了 选择了 打出来 打出来还有一个好处 它也是把自己的气度线给护住了 就说你以后没有这样 护到瓶酒 我朋友很无奈 这里都是 因为你不知是就丢君了 就是点江抽居 或者丢世 它这个平均一样 这棋最主要是这照片 黑方这个马要是能够 出来 我们说刚才这马在这 这个棋还是抗衡两分的 那可能黑方还不错呢 对啊 但是这个马插了一步 其实就意味着插得太多了 它被迫在仿佛的时候 红方 把这棋先摇 这个红方就是优势了去 还下得很干净 对 因为说才艺呢 这一段呢 走得非常不错 非常老练 对 把这个丝丝入扣 对 把局面呢 控制住了 而且从物质力量来看呢 也完全呢 它有力量呢 再发起下车的 对 这个黑方赶紧去 红方并不及 它这个兵就吃不干净 没办法 你那个马又被控制死 因为它将来 红方这个局啊 一闪以后 这个马还容易丢 这些全都是红方的 中兵一冲过来 这两步骑也 可以制弓了 它是先打的这个 它没有 它先出将了 它先打的这个 先打的这个 先泡三瓶酒 先出将 它会射击 对对对 再将来有泡瓶的 对 它又一冲 黑方这个时候出将了 应该说黑方 走到这儿呢 很能找到 理想的防御方案 对 比如说这个棋 就是正常发展下去 黑方这棋就是要出 要出齐了 比如这个马上不来 红方 对对 这个机有一个冰就够了 不用吃两个冰 最后几刀呢 黑方出的也比较痛快 打僵 黑方呢 反而呢 就是鸿银银毒呢 还能够坚持一下 走这个呢 加速了待局 速拔 这个类的手度 其实不能让开 可能先骨银毒啊 对 再有一点担心呢 反正在 试图的 这张膝下的 不够顽强 速拐 看起来挺新的 好像 好像也是要 下期 但是 为什么红方 这个区很重要的 将了以后 把这类扣住 就中间就是将来可以 对 放手进攻了 这个时候红方 在守着 学校可能充斥也行 都行 对 这个倒关于不大 因为它 算整了 现在看起来 就是黑方也是一步马 就要到我也的一个 一个棋行了 嗯 但这个棋呢 恰好红方 天地炮呢 就说 彩翼这块 算得非常准 红方 平一将 嗯 黑方恰好不能飞向 飞向 你飞向一将 对嘛 就能出来 一打江 垫居 把那马给他吃了 就这马 就 嗯 那黑方只能够 就是 很委屈的 这招式 那么 它居住平巴 一杀它 对 这个老将呢 你下这不出也不行 它抱平四 对 也是一将 把这个 这马 就粘死了 对 就直接把你靠死了 对 因为你进架 它底一将 一回回居 抽 抽居 抽居了 所以它只能向这边走 同样道理 红方一将的时候 它实在是 它是又打了一将 结果它看这玩意算好 它或者说 测试时间 嗯 对 那最后还是凑到这里的 红方 才是泡 泡平又一将 这个其实马上就赢了 那你进一将的话 我点一张这样抽居 你只有知识 只此一招 你真的一下 从这儿非方认附 对 那什么认附呢 如果 试图这个寻求对攻 上来 这个速度来不及 就是它刚好冲一将 你进来 它再冲 绝杀 当你一将的时候呢 你往哪将 它都会电炮 因为往这将 它这个炮不要了 这个冲炮兵就够了 绝杀了 你出来 它再左 就是绝杀 就是绝杀 如果接着将 就直接就将死了 对 反正都无所谓 这么一将 这么一将也将 就说你做一步也行 也无所谓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呢 最主要是中局呢 这个早就有问题 一个是抛进三 这是局面落后 第二个呢 就是黑方 在红堂马拉近巴以后 没有处理好 对 这个形势呢 轻轻轻地崩溃了 所以说 这个棋呢 因为双方呢 这个 应该说留下了 深刻的这个印象 我觉得孙好林 可以再总结 这个终局 方便下来不够理智 好好 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了 这儿是以才艺的获胜而告终 那以后还有精彩的对局 带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划